110年禁式月活動 教室開堂 9月是屬於教師們的月份 為了感謝教師們的貢獻 台北市教育局規劃禁式月活動 結合百貨公司與企業團體 提供多項消費優惠及免費獨家好禮 表達對教師們的祝福與感謝 我們特別規劃9月是禁式月 那這一次也透過我們台北市教師會 也來幫忙 我們來招商 總共有70家 79家的企業 包括11住行 1的都有 包括有一些虛實整合的這些企業 不管是打折扣或是優惠 都提供給老師一個尊私重道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意義跟價值 教育局同時也舉辦110年度 台北市優良教師頒獎典禮 表揚52位優良教師 其中有10位特殊優良教師 獲得教育部師奪獎的肯定 是台北市近年來最多 而9月1號即將開學 教師會也呼籲教師們做好防疫 第一個就是要注意安全 顧好自己的健康 然後防疫上多留點 多費點心力協助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 也許壓力會蠻大 但是我總是覺得教育這個職業 就是要有一些熱情 有些想法 然後大家攜手一起來面對防疫下的 校園新生活 教育局除了感謝每一位教師的付出 讓台北市成為一座充滿教育力的城市 也在這個屬於教師的節日中 獻上最誠摯的感謝與祝福 記者林奇惠 台北報導